我们继续看 讲到这个无我 由因为对世间多无所取 这个世间 其实就是我我所 无印世间 国土世间 无所取者 则无所走 就是不会 没有直取 那么就不会 那么住在就是 心里面为这个 为这个我见 我爱所束缚 那因为 完全都没有 执着有一个我 这个取着就是 执着 所以就从 我见我爱的束缚中得解脱 那么就不再生死 那不再生死就是 涅槃 就是把烦恼都断尽了 寂静 内心寂静 那我身已尽 犯身已立 所作宇宙自知不受厚有 那么这一生修行用功就是 不要再受生死沦违的苦 那没有了生死就没有苦 那生死没有 就是涅槃 就是涅槃 所以犯身已立 所作宇宙自知不受厚有 那一般把这个叫做 涅槃就是解脱 那我身已尽 发生已立 所作宇宙自知不受厚有 就是解脱之见 那解脱是由戒定会来的 那么有解脱 就有解脱之见 就变成五分法身 戒定会解脱解脱之见 基本上是这样 那主要是会 主要是会 那会就是有无我的智慧 我们叫做无漏会 由无漏会导致解脱 那有解脱 有解脱之见 知道我身已尽 能够自知自作证 那你自己就知道 那我身已尽 发生已立所作宇宙自知不受厚有 那这个无漏会是由 由这个定引发的 那么你要得定引发无漏会 那么你必须没有这些障碍 没有业障 没有暴障 那所以这个才有办法 所以这样我们把它说起来 就叫做戒定会解脱解脱之见 其实是这样 那最主要是会 它的关键就在会 那这个会 如果我们从 单单从会来讲 它是从有漏会到无漏会 是这样 如果一波勒经的说法 就是从文字波勒 起关照波勒到实相波勒 它重点是那个无漏会 那就是世俗的跟圣意的 世俗的波勒跟圣意的波勒 就是有漏会到无漏会 那有漏会一定是从文师来 有漏会从文师来 那无漏会从修首成位来 那正就是实证 就是解脱之见 那么这个基本上 它就是一个修学的系统 所以政见是 政思维是最主要的 那政见政思维里面 最根本的就是无我的思维 无常无我的思维 通常是这样 那无我就是要先理解 五印六处我是什么 那生死的关键是什么 像前面讲的 知道根本 知道经济就是关键 它那个入口在哪里 它那个出口在哪里 知道这个关键 那么才有办法 那么得到这个解脱 所以你看前面它就是 你余知无爱你凡夫 不知根本 不知经济 那么不知处理 就没有办法处理 那它就是讲这个道理 好 我们再往底下看 所以你看它底下后面 余解释的解释也是这样 文师修正 好 看一百三十一经 那这个指示都是 我们如果这样习惯看过去 它就是这样而已 就是讲无印无我 然后得物瓦得涅槃 就是这么简单 但是你要修的话 它就是 它就是一个 你就是必须从我 设受想形式去分析这些 那我们刚才讲那么多 其实就是说 在经论里面佛多教的 有这一些 那你自己选 就好像有很多家 有很多家商店卖面包 卖馒头 卖包子 那你挑你自己可以吃的饱的 就是你怎么样去修 你比较相应 那每一个人相应的不太一样 每一个人习惯的不太一样 好像修餐厅也是一样 有二十五元通 这是从人圆经说的 那会有四十个月处 那你看你要观地水火风 逛青黄赤白 还是要你要修耳根元通 修念佛元通 反正这个是你自己修你相应的 你要修属习观 要修出习 修入习 这是你自己选你自己修起来相应 而且容易的 那么从这边录 那不离开是戒定会 这个都是要一样的 好 墨底下看 他说有这么一天 佛在齐远今色 这个时候一样 就佛无问之说了 那么跟比丘讲 当断 那前面都是将知道 无我 当知道我是什么 无我是什么 现在告诉你 你应该要断 摄欲谈 就是说你要下一个决心 我要做什么事 那 他说要断摄欲谈 那么这个摄基本上就是五蕴 一样 就对五蕴的直取 因为前面有讲 你因为不直取五蕴 你因为不直取五蕴 所以你就于世间都无所取 无所取 这无所害 就是你不会无所取 你不会为烦恼所欺服 那所以他告诉你 要断这个摄欲谈 欲谈断者 欲谈断你则摄断 你只要在五蕴 就是在蕴香蕴里面看到摄 他一定是摄受想形式 不是沿耳笔者 生意对摄身枪为主管的摄 他一定是摄受想形式的摄 五蕴 那所以一定是五蕴 你要对五蕴的直取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后面如是受想形式一样 那欲谈就是对五蕴的直取 所以假设你对五蕴的这个 基本上就是我爱 基本上这里就是我爱 那我爱从我见来 那前面讲的比较偏重在我见 那我爱我见是一体两面的 有我爱 我爱一定是来自于我见 那我见一定会引发我爱 你没有说我有我见没有我爱 没有 你说我的我爱不是来自于我见 也不可能 所以它是同时存在的 就是一体两面的东西 就我见我爱 那前面是告诉你 你断我见 这里是要告诉你要断我爱 那我们说 大圣跟小圣的偏重比较不一样 那么解脱到 会发现到说 他日常生活里面 比较着重在断我爱 所以戒 比较偏重在戒 就是声闻 就是说他比较偏重在戒里面断我爱 所以他对于我爱就有我所爱 所以他叫你三一一拨 然后树下坐或是简单 他规范你的行住坐卧 就是你的饮食衣服握具都是最简单的 因为这些都是我所 有我需要的 我要吃的我要住的 那当然要舒服啊 当然要足够啊 当然要充足啊 当然要 当然他的脂跟量 反正你会执着这个东西啊 我要穿的衣服 当然要漂亮啊 要给人家赞叹的啊 反正这种种这些 这个就是我所 那我所是由我爱来的 那要庄严我自己的 那我爱是由我见来的 那所以他从这一部分先跟你切断 你没得执着 你要执着也不行 违反规定 你超过三件就不行 衣服 然后你脱拨 就是脱拨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自己决定要什么 不是不要什么的 不可以的 那也不能量太多 那你过午就不能吃 反正他都给你去规定这种东西 他其实重点 重点是要让你 从这样的规定里面 学会不止取这个东西 因为你止取来的也没有用 你哪来的 你哪来的都 也对你也没有用 所以你看他那个波 他告诉你这个波还可以用 破掉了 你没有补 你直接就去跟人家要一个新波 因为有些居士会供养 你就直接跟人家要一个新波 如果被生团知道 你要把这个新波舍出来 然后舍到 要跟人家那些不好的波换 换到最烂的波你拿着 他为什么要这样 要叫你舍掉 对这个 对这个五欲的贪值 我爱 因为五欲是为了满足五欲的 五欲是为了满足五欲的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从 对你对世间 对世间这些所有 我们基本需求 基本需求就是饮食衣服 卧据医药 这个是基本需求 那医药是生病的时候才要 没有生病的时候也不要 就是饮食衣服卧据 就是这一些基本需求里面 它只满足你生命的需要 生活的最基本需要 其他过度的 它都不允许 那从这里对你断我所爱 那由我所爱饱 因为你我所爱很重的话 那么你要这样去关乎我 那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从这里下手 从戒里面 从这个生活给你规范 让你不得执着 执着来的也没有用 但要舍 所以戒里面有一条叫舍舵 舍舵就是 你得到的 求到的 化缘到的 太多 太好 那会引起你贪婪 就预贪嘛 它会引起你贪婪 所以你就必须要舍 你除了要忏悔之外 你还要把这个东西舍掉 它就是舍舵 它其实就是这样 你会发现到它是从 断我所爱我爱下手 它就是你必须 你除了要忏悔之外 你还要舍掉这个东西 来完成 这个才完成你真正的忏悔 你不是说那我忏悔了 我就保留 没有不行 你要把它舍掉 你不能拥有 那它就规范你这个东西 这少益知足 那从这里来 从这里来 让你对这个 对这个 对这个 对这个五欲 它不止取 那由于你对五欲不止取 你基本上 你主要的心力 就放在五欲五瓦身上 而不是追求五欲上身上 来满足这个五欲 因为你的五欲 都是要满足这个身心的需求 很简单 因为你就是 你就是眼耳鼻舌声嘛 就是摄身香味处这个五欲嘛 它为了满足感官的需要 那感官的需要是为了满足 我们自我 自我的这种忧悦 或自我的 自我的这种感觉 比较好 它通常是这样 那它就是为 因为你 你越 你越注意 越在意 那么就表示 你 你对这个我的需求 我的执着是越强的 那 从这里 那大圣就直接比较 从我见下手 那 解脱道 神闻道 就是 基本上都是我见我爱 但是 像这里 它就是观无我 但是如果说一般的 就是说 神团的规范 基本上 那 我们会发现到 佛陀制的这些解 基本上就是 让你习惯不执取 五欲 让你习惯不执取 那这个就牵涉到我爱的问题 所以它告诉你 要断这个 社 受想行事 的欲谈 因为你会去追求 那么这无形中就是显现 你对于这个 这个我爱 就很简单嘛 如果你赚了钱 你第一个 就去买车子 就是你对车子有 有爱 就是 你换的比较好的车 或比较好 怎样的车 车子尽量舒适 那么如果你赚了钱 第一个先去 装修房子 就是你比较重视这个住的感觉 那你比较重视那个开车 那个车里面的好不好 那有些就比较重视吃的 有些比较重视穿的衣服 就是 反正就是你如果有了资源 你首先 首先会注重在哪里 就表示你对那个东西是比较在意的 很简单 那有些就是都不在意 就在意怎么培养小孩 反正也不一定 那有些是在意孝顺父母 反正就很多 就每一个人在意的不一块 不一样 就是他执取的那个东西不一样 那是 如果是凡夫的话 他一定是对五蕴是有执取的 很难的不执取 那么这个容易习惯性 那不容易破除 但是就是要每次关照 每次关照 每次提醒 真的 你说像我这么会讲 我不执取吗 我也执取啊 哪有可能不执取 那所以这种东西就是 执取的强度强跟弱 你不要讲像我们这些凡夫 就算圣者 出国二国三国也还执取 但他执取很轻的就是啊 因为他还没有真正 他还有余慢未进嘛 但是他已经不太执取了 真的出国生间破掉就不太执取了 但是也不是完全不执取 因为他还没有真正断 所以他还会生死啊 他一样还有啊 但是只是不长啊 那也不会到山都到去 那我们是会的 那是因为我们的执取比较重 其实是这样 但是一样都是凡夫 也有分等次啊 也有分层次啊 所以执取越重的人 他是奋不顾身的 他不管你那么多 只要他想要 他想办法得到 不择手段 奋不顾身 那处心积虑的 他不考虑后果的 那一般的善人他就会考虑 会不会伤害到别人 怎么样怎么样 他也想得到 但是他要考虑到 会不会伤害到人 会不会造恶业 那就不一样了 然后再进一步的就是说 他根本不会想得到重 因为这种东西没有那么需要 没有那么重要 他就会想到这个 那又不一样了 那又不一样 所以即使是凡夫里面 他也分层次的 也是三倍九平了 那我们就尽量 尽量慢慢慢慢 对这个世间 不那么看重 那么知道这个世间 不断在变化 那么你慢慢了解这个世间 他一切在变化 他会怎么变化 那不是你忧虑不忧虑 期望不期望 能够成就的 没有办法 那也不是说 大家合掌来回向 念佛回向 那么祈祷不要有瘟疫 不要有战争 不要有什么 那不是说 我们大家这样就可以决定的 没有 他如果 当然你如果起这个心的时候 你不加入这个地方 那么就不形成贡业 就是不要 因为如果大家 因为他正报跟医报 是互为影响的 正报跟医报 那这个国土世间 是我们的医报 那所谓有业 有贡业 有贡业 贡业中有贡业 贡业中有贡业 那这个一生一世 一生一世 他就不断 不断的转换 不断的转换 我们经历这样的状况 已经很久了 我就想说你 从中国 国外的也一样 都是这样 那三国园医讲的 天下大事 和久必分 分久必合 都是这样 都是这样 这样来来去去 然后人都是在三大灾 三小灾中度过 水灾 火灾 风灾 瘟疫 战争 激谨 通常都是在这样 不断不断的反复循环 那这个跟你的业有关系 你的业跟你的行为有关系 你的行为跟你的心有关系 那么你有这样的心 造这样的业 就敢造这样的圆 然后受这样的苦 然后又来造这样的业 起这样的烦恼 就是这样反复循环 反复循环 那你如果了解到 这样的一个现象 你最重要的就是 让我尽量不要加入 这种循环里面 那你没有办法脱离这个循环 就好像这个漩涡很大 我让我不要掉到这个漩涡里面 但是我没有办法 让那个漩涡不旋转 没办法 我只能够让我自己 不掉到这个漩涡里面 然后尽量告诉别人 也尽量拉住别人 让别人也不要掉到漩涡里面 你要尽量这样做就可以 那你没有办法 靠祈祷 让那个漩涡不再转 不再伤害了 没办法 因为这个工业所感的东西 不是你可以决定的 如果可以 诸佛菩萨单单靠祈祷 就很有力量了 真的 那些诸佛 那些阿罗汉 就好像这个 这个谁啊 这个流利网要灭释迦族 释迦佛 释迦佛只要 只要把他身边的阿罗汉 聚集起来就好了 最少都有一万个 最少有一万个 真的喔 释迦佛旁边 释迦佛时代 因为流利网要灭释迦族的时候 那个时候已经是 大概佛陀七十岁左右了 或是过了 就是穆建连舍利佛还没有露涅槃 那大概在七十岁左右 那七十岁那个时候阿罗汉已经很多了 第四年就已经有一千多个了 那后面就更多了 非常多 非常多 当然家流投影就渡了一千家 你看那多少 家流投影一个人就渡了一千家 不是一千人喔 一千家 那么你看这个阿罗汉有多少 至少都有一万个 那你看我们一场华会 一场华会最多一百个比丘 比丘你就多了吧 你看那个水路华会加起来 有时候都不到一百个 顶多五百个好了 那佛陀随便 随便请也有一千个阿罗汉 阿罗汉 那那些 那些神通巨竹的阿罗汉 那这些人来祈祷不是更有力量 来回向不是更有力量 对不对 办一个护国悉灾 那不就好啦 没办法 那你又知道这个道理 那所以 但是我们要尽量避免进入 掉入这种循环 因为五十年后 大概差不多过了五十年 我们这些人 在座的每一个人 因为大家都不是四十岁 就是五十岁的嘛 五十年太少了 因为有的人要活到一百二十岁 好 那七十年 一百年好了 一百年好了 一百年 你说师父我要活到一百二十岁的 我现在才六十岁 好 那一百年好了 一百年后我们都不在 去哪里我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随夜流转 但是夜有善夜有恶夜 有善夜有恶夜 有善夜有恶夜 但是有缘的人 他基本上还是会再聚在一起 有缘就会聚在一起 你说我恨他 我不要 我生生世世都不愿再见到他 不是你决定的 你知道吗 不是你发愿我要跟谁在一起 我不申给在一起 好 那依你决定 不是 不是你决定的 你说 那你对现在的爸爸妈妈很满意 我希望生生世世都做你的儿子 做你的女儿 不是你决定的 但是你发愿 如果你们有缘的话 那有可能 有可能 但不是一定 要看夜 那如果说你妈妈生天 那你生不了天 那你怎么做他儿子 对不对 那如果你说你爸爸妈妈做牛 那你要做小牛吗 对不对 这种东西也不是你决定的 但是当然你发愿有助于你这个缘 有助于你跟他的缘 是有助于的 但是不是说 你决定要跟谁在一起 不跟谁在一起 他基本上是一缘 那缘有所谓的善缘跟恶缘 那么善缘越深的话 在一起就越久 关系就越深刻 所谓关系深刻就是彼此都很在意 那善缘的话就是彼此会互相成就 就是我孝顺你 你照顾我 那如果不好的话就是我折磨你 你伤害我 那还要看缘 叶 如果叶比较重的话就伤害也比较久 如果叶不那么重的话就伤害不久 然后伤害不深 如果恶业 恶业不重的话 恶缘不深的话就伤害没有那么久 伤害没有那么深 那么善缘比较重的话 善业比较重的话 彼此 就你对他所造的善业 你跟他结下的善缘重的话 就成就得比较久 照顾到你一辈子 或是让你一直照顾你 那就是比较深 比较重 比较长 那这种东西是这样的 那这个不是重点 重点是我们跟佛法的缘 不是跟这个世间 来来去去 来来去去彼此都做过兄弟姐妹 亲戚眷属 真的 这么多事 但是重点是 重点不在我们跟众生彼此的缘 重点在我们跟佛法的缘 有没有深 那么我们在佛法中所造的善业 有没有重 如果你在佛法中造的业重 跟佛法结的缘深 那么你就比较深深事事 都能够闻到正法 而且很欢喜修学佛法 这个比较重要 等到你深深事事都会遇到佛法 欢喜修学佛法 你就能够影响跟你有缘的人 而且影响着神 而且是正确的 有效的 那么这个比较重要 那如果没有 就算你跟他有缘 你看他受苦 你帮不了他 对不对 你也没办法 你也无能为力 你说靠佛的威得力 佛自己都解救不了 因为这个是业的 佛也不能 佛也不能违反业报原则 没办法 没办法 如果可以 他也想解救所有的人 但是他解救所有人的方法 不是他受苦的时候把它拉出来 不是 是告诉他你为什么会受苦 你要怎么样不受苦 是这样子的 那你自己必须要知道这个道理 你才有办法真正帮助你想帮助的人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可以帮助到你自己 这个是最重要的 那这个是佛法 其实我们修学佛法最主要要了解这些道理 因为很多人即使修学的佛法懂得那么多 但是他到头来还是对这种业报原则他不太清楚的 不太清楚 好我们往底下看 那这里讲到他说要断色遇滩 遇滩断你则色断 这个色不是就是我们这些物质的 就是五蕴里面的 就是你对于这个身心的身体的直取 就没有那么直取 没有那么直取 那色断以得断之 那这个断之我们之前有说过 我看在第几页 这个断之在五十八经 我看一下第几页 五十八经 五十八经 四十五经 四十六经 五十四经 就前面而已 断之就是断片之 之前我们有讲过 一百一十五页 这五十八经 那你会看到 我看在哪里 好 好 在一百一十五页五十八经 这个经文的倒数第四行 他就这里讲 比丘于此法 倒数第五行 比丘于此法如实 正会等见 三竭尽断之 那么这个也讲断之 那么一般来讲 断之基本上就是断片之 其实就是断一切烦恼 断一切烦恼 那么片之是地 断之 有时候叫断片之 因为之前我们讲过 但是已经隔很久了 不晓得 断之 有时候翻例就断片之 有时候翻例就断片之 断一切烦恼 断一切烦恼 应该是根本烦恼 断一切烦恼 那之 断一切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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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時候正片之也翻作正等決 有時候正片之也翻作正等決 其實是這樣 好 好 我們再翻回來看 基本上就是這個名詞 好 我們順便講好了 因為這個雖然上次講過 但是現在已經隔了一段期間 他說片之有三種片之 就一巴黎文來講 就片之 應該你們有寫過 片之有三種片之 我複習一下也好 這個叫做知片之 審查片之跟斷片之 知片之 審查 下面就不用寫 知 審查 審查片之跟斷片之 斷片之 有這三種 有這三種片之 那這裡只翻作知 那其實是一樣的 斷片之 斷片之 那麼知片之就是通達五運 五我 五運個別志向 通達五運個別志向 色受想行是 是什麼 五運個別志向 什麼是色 什麼是色 什麼是想 什麼是行 什麼是是 它是什麼作用 那他說 舉受色 受生命變化 腦壞為相 受 以手受為相 基本上它就是 基本上它就是你可以了解 五運各個意義向 那麼審查 審查片之就是 你觀察五運 五運五場 五苦物 這個審查 其實就是觀察 觀了 那這有一點像我們講的文字般若 觀照般若跟什麼 跟實相般若 類似像這樣 觀察 這個上次有講過 觀察 這個五運五場 五場苦物 五運五場苦物 色五場 受想行是五場 五場苦苦無我 是這樣子的 那麼斷片之 這個是知片之 審查片之 跟斷片之 那這裡是斷之 就斷片之 那麼這裡 就是這裡 斷片之 就是斷之 就是這裡 那這個就是 那麼你正道 見道 就是 見道五運五我 就是如實正的 如實之 五運五場苦物 這個只是觀察而已 比如像我們起觀照般若 那這個見就是如實之 也講我們就正道了 如實之 五運 就是這裡 五運五場苦物 那這裡就是斷 我們現在講的斷之就是這裡 一般來講是 知有這三種 就是我們怎麼騙知 好 那翻回來 再來看 他說 那麼 那麼 色斷以 得斷之 就是你就是如實之的 如實之 五運 所以你看這一百三十星是觀察有沒有 你要觀察 觀察這個色受想行事 那麼是我 亦我相在 觀察這個 那這裡就有一點觀察 然後你 你觀察 那麼 無所著 這個就是 我們說的 他們斷之 那一樣 那這裡是 換另外一種說法 就是斷 色域探 那你觀察 那你觀察當然你不直取 你就斷了 無所取卓 你就斷了 一樣的道理 一樣的道理 好 所以 得斷之宜 则根本斷 根本是什麼 對五運的直取 我見我愛 那麼 我愛斷 我見就斷了 我愛斷 我見就斷 那我見有生有戏 我愛也有生有戏 我們說過 那他是不是 他不一樣 所以他說 斷你 则結多羅宿童 這個 應該是大家有 之前有寫過的 那沒關係 我們就 好 我見我愛 有我見 而有我愛 那 我愛就有我所愛 那麼 我見有生有戏 這個也是跟大家說過 我們就 有出有戏 有生有戏 有生有 有生有淺 有出有戏 有生有淺 有出有戏 生細出淺 如果是我見的話 就是要阿老換才能斷 就我們講無名 那無名有所謂的 就是我見裡面 有根本無名 還是分別的 有分別我見 跟根本我見 有分別而有的 分別我見 跟根本我見 那分別我見 正出國就斷了 就是生見 一般我們就生見 這是有分別的 那是 這個 這個根本我見 我們把它叫做無名 但是無名 其實我見就是無名 但是 一般來講 那麼 出國斷生見 它也是一種無名 但是它只要是斷出的 不是 這裡講錯 應該是這裡 分別 細的是 粗的是在這裡 分別 那麼這個細的是無名 就是根本 根本我見 所以正出國 余曼未盡 還有一些我曼 那這個是比較細的 那這個要正阿羅漢 正四國 才斷 四國 四國阿羅漢才斷 都斷五名 我曼 色灘無色灘 掉舉 曼五名 五種 這個要正四國才斷 那麼我愛的話 也是兩種 就是深淺 粗細 我們講比較重的比較輕的 那麼 我愛的話 就是 比較細的 比較淺的 基本上是色灘無色灘 細的 比較粗的 比較粗的是 比較深的是色灘無色灘 深細的 深細的是色灘無色灘 比較粗淺的是 浴灘 我們對於 浴界五欲的直取 對五欲的直取 那五欲的直取 是要滿足五欲的 基本上是這樣 就是對色 色 深香味 粗的直取 是要滿足 炎而鼻舌生的 那要滿足 這個心理的感覺的 那 這個斷掉 這個斷掉 浴灘斷掉 三國 色灘無色灘斷掉 四國 阿羅漢 基本上是這樣 所以 你把浴灘斷掉 浴灘斷掉 三國 出國還斷不了浴灘 出國 這裡 你斷了身見 你斷了身見 這個叫斷身見 你斷了身見 還有浴灘 你斷了身見 還有浴灘 但是你斷了身見之後 我們叫做 勿後啟修 那麼 你開始調補 探生吃 所以二國 二國就專門 做這種工作而已 就薄探生吃 你看 其實是這樣 那探生吃 斷掉了 浴灘斷掉了 浴灘斷掉了 還有色灘無色灘 浴灘斷掉了 你就掙三國 所以才會說 掙了三國的人 基本上都會出家 也才會說 在家人最多掙三國 但是他掙了三國 他要不是出家 出家是一種形式而已 但是他要不是真的是出家 就是他會過出家人的生活 因為他已經把浴灘斷掉 沒有五浴的需求了 他不會過家庭的生活 就對他來講 他是沒有辦法適應的 基本上是這樣的 所以大部分會說 在家人只掙三國 那個不是說 你沒有出家 你就只能夠掙三國 不是這樣子的 是你還有浴灘 你還會眷戀這種家 眷屬 你有這種 你有這種 所以這表示 你浴灘還沒斷 那麼你在 你在這個浴灘的情況下 那麼你最多只能掙三國 掙了三國 你就會離家了 其實是這樣 但是如果你沒有出家 你以在家的形式 但是你是過出家的生活 那麼你還是可以掙阿羅漢的 你還是可以 這個跟你出家不出家 沒關係 跟你的心 有沒有斷那個浴灘 有關係 氣是這樣子 然後在斷涉湯 如涉湯就掙阿羅漢 氣是這樣子 要不然你身道 你身道非響非非 不是分長 這個三國的人到去哪裡 三國的人去哪裡 五不還天 五不還天 也沒有出家 也沒有在家 對不對 五不還天根本就沒有出家 無凡無樂 善陷 善見 涉就近 他沒有出家在家的問題 但他也沒有出家 他為什麼可以掙阿羅漢 氣是這樣 如果照理來講 他不是你在家出家的問題 但是說在家出家 是因為在家 有對五慾的需求 氣是這樣的 這個是浴灘的根本 所以要斷這個浴灘 所以阿罕經裡面曾經說 佛陀說 你只要斷一法 我就保證你可以得解脫 斷什麼 斷灘 那灘當然就是一樣 你只要對這個 尤其是對浴灘你能夠斷 所以你看這個 生文就是 如果出家 基本上從這個灘下手 我愛 從我所愛下手 就對於你這個物質的需求 他不從你物質裡面的需求去灘 那我們包括你吃飯 飲食 衣服 臥具 医藥這種 他不給你太好的質 太好的量 那不完全滿足你 就是不要讓你一直追求這種東西 然後叫你不作詞 金銀財寶 一樣 那你蓋房子 你不可以蓋太大 蓋太大是違反戒律的 如果照戒律雷恩來講 你不可以自己要去蓋房子 你要經過生團同意 它有兩個 一個就是你不能蓋太好 蓋太大 第一個就是你不能住得太遠 有危險的地方 有修行有困難的 犯恨難 什麼難 命難 這些 你也不行 那因為這樣你遇到災難 你就沒辦法了 你不能障礙你修行的 那障礙有兩種 一種就是你的遠不好 你在那邊有命難 有犯恨難 那你不能蓋在那裡的 第一個就是 你蓋這麼好 蓋這麼大 它會讓你起煩惱 煩惱會障礙你 所以它的目的其實就是要幫助 所以種種的戒律其實都是要幫助你修行 那你如果不知道你就以為管那麼多 這個也管 那個也管 那你就是你要修行的啊 不就是告訴你要這樣做嗎 其實是這樣 所以戒律是保護你修行的 不是限制你成長的 你要知道 但是有些人 但是過了不同的時代 他當然有不同的做法 不同的地方他當然有不同的做法 我們說戒律基本上就是有三個嘛 就是保護你 基本上就是你不要自己障礙自己修行 第二個你不要障礙別人修行 那第三個你不要影響大家對佛法的信心 通常就是三種嘛 通常就是道德規範 生團規約 跟什麼 跟生活準則 那生活準則就是比較基賢界的部分 你穿衣服啦 走路啦 講話啦 沒有威夷啦 然後人家看到了 信佛法的人會覺得這個出家人怎樣 那麼對佛法失去信心 那沒有學佛的人他就開始批評 你看這個就是出家人 這個是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對佛法就更沒有信心 更不會學佛 那已經學佛的人會退遲信心 沒有學佛的人就更不會學佛啦 那這個比較是生活準則的部分啦 那生團規約就是大家彼此住在一起嘛 那你會影響我會影響你嘛 那彼此成就 不要彼此 不要彼此障礙 你不要障礙別人修行 那當然最重要的是 你不要傷害自己 就是你這樣做會增長煩惱 增長貪愛 那你一增長貪愛 你當然就離解脱根源啦 其實是這樣 所以要規範你 不要從這樣的行為 這樣的方式裡面增長貪愛 增長瓦見瓦愛 那主要是瓦愛 那就是無益的滿足嘛 無益的追求嘛 無益的擁有嘛 通常就是這樣而已啊 那再過來就是 那你不要影響到別人嘛 那你不要影響到社會對佛教 對出家人的看法嘛 那基本上它就是這樣 因為你只要 因為你而讓別人對修學佛法有障礙 你未來自己在修學佛法上就會得到什麼障礙 就是如是印 如是果的東西啊 所以它不但考慮到你現在還考慮到你未來啊 基本上是這樣的啦 所以你要了解這個 它的用心在哪裡 好 我們再往底下看 所以它告訴你 要斷這個色的浴探 斷了 你就能夠怎麼樣 能夠解脱啦 很簡單 那得斷之以 得根本斷 根本就是什麼 根本就是我見我愛 我見我愛 那麼如劫多樓樹頭 未來不復更生 那多樓就是我們的棕櫚樹啦 類似像椰子樹啦 檳榔樹那一種的啦 那一種樹有一個特點 就是 你那個頭砍掉了 它就整棵死了 那其他的樹不一定 其他的樹你把它剪掉了 它從旁邊再發一枝 它從根裡面又會長 沒有 一般是要把根挖掉 那麼就是把那個樹根挖掉 那個樹才會死 但是那個多樓樹頭 就是棕櫚樹啦 椰子樹那一種 你只要把上面長葉子 那個根砍掉 它就不會長 它整棵就死了 其實是這樣的 所以未來不復更生 它不會再長葉子 因為它長不出來 它那個樹幹上 它靠椰子往上長的 就是那個上面那些 你把它砍掉就沒有了 那一般的樹就是要樹的根挖掉 它才不會長 但是多樓樹不是這樣 所以它這個頭就是上面那個頭 不是樹根 是樹頭 那未來就不會再生了 如是 那你斷了這個我愛 斷了這個玉坛 基本上 它一定會斷色灘五色灘 那如果這一針沒有斷 它就會到五不環天去 它到五不環天去 如果你是斷我劍的話 它還不一定到射劍 它對方就要到玉界天 因為它五一沒有斷 玉坛沒有斷 所以它還會生玉界天 那多數是在刀利天 多數是在刀利天 那也有到多帥天的 就不一定看 所以如是 受想行事 欲貪斷 乃至未來是不復更深 未來是不復更深 就是正阿羅漢 沒有下一生 三果還有下一生 三果還有下一生 那出果二果就不用講了 那它也可能一世 也可能兩世 那最多就是七次 七次人天往返 就七世 那麼七世就一定會斷 好 那麼這個佛說此經理 比丘翻習奉行 好 那我們再翻過來 不是 下一經 一百三十二經底下 它說有一天 佛在起眼睛色 那麼世尊跟比丘講 若赦起 住 出 那麼 責苦於此起 病於此起 老死於此出 起就是生起啦 那你會發現到這兩個是有對照的 那麼後面就想 收小型師也是這樣 然後後面就 若赦滅 息 莫 苦於此滅 病於此息 好 那麼這個 基本上這兩組都是對照的 初中後衛 初中後衛 它通常是這樣 這個 起 住 初 這個其實就是生起 起就是生了 那住是維持嘛 那這個出就是沒有了嘛 生不見了 就是滅 通常是這樣 那你看它對照的是 對照的是 滅 息 莫 滅 息 莫 就不再有了 就這邊叫 出 莫 那麼 生起就滅 就生跟滅 那麼 祂出就是出禮啦 出禮 好 那通常 生是對著滅 那如果我們從這邊來講 那這裡 出 出是出禮 那 住跟洗 莫跟滅 那這個是五蕊 就是色獸祥形式 它的吻是這樣的 就是對於身心 就是對於身心 無印身心 射起 射住 射出 好 我們來看 它說 它說 若是起 住 出 那麼 則於此 苦於此起 病於此住 老死於此出 那 生老病死 那它相對的是什麼 那 它相對的是什麼 那 相對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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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就是什麼 老 起是 起是不是 起是 起是苦 苦於此起 那麼 病於此住 那麼 老死於此住 那通常基本上 这个就是生老病死 生老死 就后来是死 生病死 就变化了 一般是生老病死 那么这里讲的就是变成人的 这个生命 这个是生命 这个是生命现象 生命的现象 就是五蕴 那他这些是变化 这个是他生命现象的变化 他有这样的变化 那通常不离开苦 所以五蕴是苦 世间是苦 这个是五蕴是间 那这个是五蕴是间 五蕴是间 所以五蕴是苦 所以这里包括 色所想也是都是这样 当色有的时候 有生 那么他基本上就会产生这种变化 就有病有死 你就会常常面临这种现象 那你出师基本上是 你这个五蕴身心出离了 没有了 但是他不是 他有下一个苦 就一直循环 一直循环 他来讲这个东西 他是叫你观察这个五蕴的身心 那么他有这个身 那么他就会产生这些现象 那这种现象 他会不断的循环 所以叫做轮回 这种生老病死不断的变化 生老病死不断的变化 那么生命不断的出现又消失 出现又消失 那么不断的这样 那我们说生底下就是死 其实我们讲就要讲灭 但是灭就比较接近涅槃的说法 所以我们不讲灭 但是现象其实他就是生灭生灭 这个叫五蕴 但是在这里 他用死来跟生相对 但是如果死也是一种灭 就是生灭生灭 现象是生灭生灭的 从五蕴来讲 生灭五蕴 但是从人来讲 生死五蕴 其实是这样 因为这里讲的很简单 我们单单看这个字 就比较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但其实他就是这样 我们这种生命现象 那么如果出现 就是我们刚生出来的时候 然后他就是有这种 有这种生老死 其实就是生老病 照理来讲 应该是这样比较合适 应该是这样比较合适 他的经文应该是 因为他是写出就是老死 那如果我们依这种来讲 那如果我们依这种来讲 他就是应该是这样 这个老要放在病这边 老病住 但是他要出了就是老的 但是生老病死 这个生老病 然后死 基本上是这样 但是老跟死基本上比较连结在一起 但是病跟死也是会连结在一起 就是老跟死 然后生老病死 如果我们照样子 如果我们照这样念的话 或是生病老死 他这里就是生病老死 其实也可以了 主要是这个死 不是这个老 那么所以他产生的这些苦 就会有这些苦 那他说 假设赦灭 喜 磨 他就是一样 就是你不再直取 那么你对于这个五蕴的 的 的这个不再直取 那么你的苦就会灭 就是你对于这个色受想行事 那么假设你 因为你 你重点是你有直取 才会出生 你有我见我爱 你才会 你才会轮回 才会出生 你有我爱 那么比比喜乐爱 然后后友爱 我们讲自体爱跟境界爱 我爱里面就分自体爱跟境界爱 主要是分这两个 那境界爱里面又分 对于已经得到的 跟没有得到的追求 那么直取 那么你有这个东西 你就会出生 那么出生你一定会有苦 因为五蕴赤胜当下就是苦 他有生命 无常故苦 然后他就会经历这种东西 那如果没有 那么你没有这种直取 没有这种直取 那么你就不会有 你就不会有这一些 接下来的 不会 这个没有了 他就没有接下来 那你假设说 你没有生 就 有生必然有死 但是你没有在生的时候 你就没有接下来生的这些东西 其实就是没有 所以他叫做灭喜末 就是不会再 不会再 不会再请 不会再住 不会再出 没有这种 没有这种 好 所以他这里讲 那么 其实他就这两对而已 这老死于此末 就不会再有这种轮回的现象 不会有生命轮回的现象 那么轮回的现象一定是苦的 所以 但是你看 我们看一下他的 瑜伽之音的注解 就帮助我们了解 因为他这种经文 比较 就是跟我们一般读的不太一样 那比较很少看到这样的一种 一种文字 我们想一下 看一下 他说在欲戒中 瑜伽之音是这么解释的 他解释是从欲戒 那里面来看 他说 诸行流转 就是这个五蕴 生死相续里面 有初中后卫 他把这个苦 起注出 初中后卫 他说有三种 有三种 隐险 那么不容易清查 就是密苦 就是有三种 就是比较 不太容易 一般人有时候 没有察觉到的苦 生死为其 胎障所负战 有负战苦 他是这么解释的 那是我们这个参考 那么就是你还在 还在妈妈的肚子里面的 那么因为在妈妈肚子里面 所以这里有负战苦 已经生出之后 多疾病苦 然后之后就老死苦 他是这么解释的 好 那么你当你 当你已经解脱的时候 你就 这些苦你都没有 就是人的苦里面 他分三段 他把 他把这个变化 就是当你在 当你还 刚在这个世间的时候 你还没出生 你在妈妈肚子里面的时候 就有苦了 一般凡夫是这样 然后生出来的时候 就要面临到 渐渐渐渐的老跟病 就变成病了 然后后来就变成老死 就变成 他这三个阶段 但是其实他 即使这样讲 他还是在讲 这整个生命的变化 整个生命的变化 那他是把这个生命的变化 延伸到哪里 延伸到 在妈妈肚子里面的时候 就开始了 那我们说 如果我们从出生开始讲 就是我们出生 本身就要面临 种种的现象 种种的苦 就是出生当时就是苦了 你这一生不可能不苦 因为他就是 老病死 怨政会 爱别离求不得 他就一直在 这种循环里面 那他一直变化 无常的变化 他就会最后导致 那么老死的苦来 那么他就是苦 那未来呢 他还有 他就不断不断 其实这个就是 整个在讲 生命的变化 现象的变化 那么因为 这样会导致于你 其实就是生死流转 我们叫做生死流转 然后八苦 恒常相逼 相逼迫 那余解释论 他解释三段 是这么解释的 那我们就参考 就是变成 起注初 是你从出生到死 三个阶段 好 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好 大家合掌回向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